偶像剧《拜群女王》即将要下档了 而紧接着而上的是新的偶像剧 叫做福气又安康 那么在这出戏当中的男女主角 要讲述的是中药而解释的故事 今天男女主角蓝正龙跟陈乔恩 两个人特别到中医诊所来实习做医师 而且怎么样配药草 可以让你预防心流感 超人气偶像剧女王陈乔恩 这是尝试演出在山里头长大的中药达人 和男主角蓝正龙特地来到中医诊所小事身手 学习用中药抗流感 陈乔恩大赞蓝正龙私底下的好脾气 和剧中尖酸刻薄的企业家形象反差超大 他平常私底下人还蛮好 所以他讲尖酸刻薄的台词的时候 就会不断的鬼打墙 最近看自己的脸洗澡的时候 觉得好像有点 想要打一巴掌 不是 开始有点邪恶的感觉 眼睛好像变小了 冷酷无情的蓝正龙 和善良又乐于助人的陈乔恩 因为中药结缘 为了演好剧中的角色 两个人向正牌的中医师认真地讨教 所以要煎汤煮汤啊 然后再换一切 手气如果还好 超有慧根的陈乔恩 学起抓药来得心应手 他也嗆瞎兮兮兮的题材 特别又创新保证让影迷耳目一新 记者蔡正文 李宵仙台北报道 确实现在全球先生